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科学新知,回到第三节 第一节我们有说过一个超高能量的X光的激光 但其实我们在第三节说这件事 和光的原理是有些关系的 但是能量级数就会低一些 低到什么呢?就是和WiFi有关 当然你预料WiFi本身的光能量不能太高 而不是一些那么强的光子 在我们身边经常走来走去 就不是一件好事来的 大家都要知道,大家可能都担心 我们日常生活的手提电话讯号 和WiFi讯号 其实会不会干扰到我们呢? 影响到我们睡眠呢? 纯粹由一个物理学的人的角度来看 就没有一些有效的传书 让我们看到影响 但是如果那些激光 不是激光,那些辐射的能量是比较高 比如去到紫外光 和X光,加马射线这些 它是有能力去做一个电离作用的 即是令到我们身体上的生物化学分子 由原本的状态 不应该有些电子脱出 它就可以被一些高能量的辐射电离了 所以我们很忌忌 就接触太多那些 比如是紫外光 跟着是X光 和加马射线 那对于能量比较低的那些 红外线 微波 电波那些 我们就会觉得 照计不会有影响 但是呢 始终 这个是一个物理学的层面 我们认为应该不会有影响 但是会不会在日后会有其他研究 就慢慢发现 就是说 原来我们的身体有一些 我们未知道的一些反应 能够帮我们 不小心去吸收到 接收到某部分 比较在整个光谱里 比较低能量的讯号 比如WiFi这些讯号 它不觉意有些能量转化 到我们身体里 影响我们身体的东西 暂时以我们观测了这么多年 就未有一个很直接的证据能够证实到 但是在这里 我也相对持一个审慎的态度 会比较好些 这一节其实不是特意要说 这些电磁波讯号 日常健康这些东西 而是说一个很有趣的 最近的一班工程人员 有一个有趣的发现 他就是说 WiFi can decode hidden words concealed behind walls 转回中文的意思是 原来我们用的WiFi信号 可以帮我们看到一个门背后 我们看不到的东西 就算你以为一个黑盒 那盒里面放了一堆英文字幕 你只需要射一些WiFi信号 我们去接收里面的信号 如何被反射 如何被干扰到之后 出来的结果 原来我们可以分析回头 就是里面这个黑盒 我不打开 我都知道里面有什么字幕 这件事就很有趣了 那这个技术本身就是什么呢 那我们首先看看它的设置 你就可以看到 在木门的前面 就有一个WiFi信号射线 这个WiFi信号射线 你可能遇到一个普通的Router 绑在这里 下面有个遥控车 就令到在一个可以控制的范围之内 走左走右 然后还有不止一个 有几个 然后在这个木门的后面 就放了一个英文字幕 我们人的肉眼没办法透视到它 它的光也不会直接出来 就是说你就算放其他的望远镜 我们看不到就看不到 但是原来我们透过一些 我们家居的普通家居WiFi信号 你是尝试去照射下去的时候 那当然了 这个木门本身 它不会拦住你的WiFi信号 如果拦得住 这个WiFi信号 就不适宜在你家里用的 你一定是预期这个WiFi信号 是有多多少少少能够穿透你家里的 墙、门、家具 甚至人体的能力 才能够令到你将一个WiFi的发射员 放在家里的中间 就令到你家里每一个角落都接收到这个信号 所以这一种信号 它是有一定的穿透能力的 它有能力穿透的时候 就是说它能力穿过这道门 去打中了在门后面的这个形状 而这个形状 它会容许某部分WiFi的信号通过 也都会令到某部分的WiFi信号 去受到散射了 弹开了 甚至直接反射了 视乎它的形状和材料而定 究竟有多少是反弹了 多少散射了 视乎形状和它的材料而定 而同时间我们是放了几个不同的WiFi射线 你就可以想象有几个不同的方向 去射一些WiFi信号的辐射下去 然后尝试去看看它最后能够收到什么 所以这里是牵涉到一个 在门前面的一个发射和接收的过程 所以在这里照算一下 其实这里最正面的是一个发射的装置 而周围那几个就是接收的装置 就是帮我接收回 在经过了门后面的那些不明物体 反射和散射出来的WiFi信号 就由其他的接收器帮我接收 然后就由它散射出来的那些信号 我们就去调回计算数 因为我知道那些散射的原理 对于波动的原理我们很清楚 我们尝试倒转头计算 它是由一个什么形状的东西 来去造成一个这样的反弹结果 很有趣了 就是原来经过它们的反复计算和测量之后 它们有能力去做到一个这样的估算 它们试下放不同的英文字幕 去这个木门的后面 大家看不见到 它大概都可以透过综合了两三个接收器的结果 你不需要打开一道木门 但是你都能够知道门后面的英文字母 大约的轮廓是多少 对于B字来说 你看到大约估到的了 B-E-L-I-E-V-E Believe这个字 它逐个英文字母去试 你看到它基本上都能够估到 甚至乎就是说 你一次过把这七个英文字母 就是一次过放在门后面 似乎都能够大约看到一个这样的模式 大家可能会想 这些没有私隐 都不是涉拼 直接是偷拍 用到WiFi的讯号 这里大家都会讨论 它可以拿来做什么 这件事是正当不正当 大家可能会想一件事 有没有办法 在一个不是太侵犯私隐的情况之下 都能够去监测到某一个室内的情况呢? 比如说我纯粹想知道里面 有没有人动下动下 有没有人是正常活动 我不需要知道它的样子是怎样 我不需要知道它详细做的动作是怎样 我大约知道里面是有东西还是没有东西 它的轮廓大约是怎样的样 似乎WiFi就能够提供到一个这样的途径 现在就很有趣了 你不会再需要额外安装一个镜头 有时大家可能想着 我想回工都可以看着家里发生什么事 有没有进屋偷东西 在家里安装镜头 但是你有时可能会担心 镜头被人去黑了 偷偷地进入了看到里面的内容 可能到时是你自己进入镜头做了主角 你的一举一动 你不想被人知道的 被你自己安装镜头拍下了 那就会有一些资讯安全的风险 反过来如果你不想安装一样这样的东西 但你也想有一定的程度去透视到 知道里面是否安全状态 大约有些什么呢? 似乎可以利用一个非常方便的家居WiFi信号 都能够做到一个特定的效果 在这里为什么会集中WiFi呢? 其实如果你想精准的话 你不会满足于用WiFi信号 WiFi本身这个信号 在整个电池频道里面 能量已经相对是比较低的信号 它不是属于一些电离辐射 这种信号 它也不是可见光的信号 更加不会是那些紫外光 X光 加码射线那种 它是属于能量级数比较低 即是说它的波长是比较长 即是说如果用一些波长比较长的东西 来尝试帮我量度一些东西的时候 出来的结果一定是粗疏的 所以反过来 如果你能够找到另外一种 透视性要高 波长是更加短 我们就有能力将这个 这个墙门后面的英文字幕 看得更加准确 这个几乎肯定 在我们的电池频谱里面 有没有这样的东西 很简单 X光就可以了 我们第一次说的X光 如果你是一个X光射线元 将它照下去 基本上你就会将它照X光 但我们不会将这些力量 在家里用的 尤其是我们对象是有生命的东西 我们不会浪用X光的射线元 连这个紫外光也不好 真的也会伤到人 用可见光的能量级数 就会比起WiFi那种电池波 就能量级数高些 但最大问题 可见光 红产黄、绿蓝、电子 这些光 就穿不过木板 很多时候我们家居用的物料 都是对于这些 我们七色的可见光是不透明的 所以这些可见光也帮不到我们做这种透视的作用 所以大家就会说 会不会只需要用一种比较家用 能量级数比较低 而且都给到我一个比较理想的透视效果 大家会联想到 原来WiFi信号就是可以这样去做 但你会说 对于实际的科研应用 有没有很大的突破 我就不会说有很大的突破 在这里我觉得最 在工程学上的地方 就是它利用到很多家居现有的东西去带来方便 我不需要额外加装其他的东西 我只需要有回我家正常的WiFi 但是在其他角落 加装几个WiFi信号的接收器 再将这些信号去做一个分析 就可以大约分析回我的厅中间 有没有多了一块东西 少了一块东西 而我不需要特意再放一个 那些螢光幕 放一个这样的CCTV 来做监视 我觉得如果家里有养猫 有养狗 看看他们有没有弱 有没有谁弄烂的东西 我觉得这也不是不可行的 但可能大家未必会满足到 它这麽低的解像度 但我觉得它会提供了多一个途径 就是在私隐和安全上能够做到平衡 而且相信成本不会太高 而这件事最难的核心技术 不是在硬件那里 而是在软件那里 因为我要将它 由这些不同形状发射出来的讯号 去做一个调转的计算 打个比喻就是 你要从不同角度来拍摄我的影子 然后你猜我整个人本身是多高 而那种看的方法 不是我们用眼睛去看 我们是看一个被干扰了 被骚扰了 被散射了 被反射了的古灵精怪 和原先的形状是完全不相似的一些讯号 来将它还原重组 变成一些我们的眼睛直接看到 和我们的眼睛直接看到符合形状的那些东西 这是最难的 所以你想象到就是 在每一点去接收到的讯号 你要逆向运算 它是可能由哪几个不同角度的 反射和散射和妖射 去得出来的一个结果 而且去做一个非常综合的运算 所以其实是软件方面 程式设计方面 来去选择讯号那方面 往往的难度才是最大的 在这里也相信 他们是做了一些小小的假设 因为我们没有办法 将所有的反射、散射、妖射信号 都收集下来 我们只是在空间的其中的两三个点 去摆这些这样的接收器 所以每一个地方接收的信号数量是有限的 就好像我们在地球上去观察很遥远的星 有时我们用一个很大的碟 有时用一个小的碟 有时是将几个碟 将它Y字形摆开 令它好像一个 组成一个大一点的碟的效果 其实就是利用到一个 影像还原的一个技术 我在这里远一点的圆形接收器 和这个近一点的圆形接收器 和这些27个接收器 整成Y字形状的排列 每一个接收器的资讯 全部综合出来 让我还原整个影像原本应该是怎样的 其实这次在这里 用这种运算技术 是和现在这里去WiFi 去尝试透视一下门后面有什么形状的 那种技术是相似的 就是这种叫做 怎样去将这个有限资讯去做评估 来去靠近原本那件物件真实影像 给出来最大的近似 其实就是牵涉到这种资讯分析的技术 所以我觉得这里整个研究 最了不起就是这个地方 它和我们先前第一节 说到那些X光的激光 都是利用电磁波 但是在第一节我们说的X光的电磁波 是真的直接用来透视 在一个最小的微观粒子世界里面 一些很急剧的过程是怎样发生 但是现在在这个WiFi这个讯号里面 因为它波长比较长 它看不到粒子尺度这么精细的东西 它就只能看到我们人尺度 一些比较粗疏的东西 而且因为我们接收 后来接收回那个讯号 探测器的数量有限 令到我们还原到它原本形状的能力 都会相对低些 大家不知道会不会都满足于这种解像度 但是似乎就是当我们连这个字母形状 在一个小范围的形状 都能够测量到的时候 似乎它都会找到这种新发明 都会为我们带来到一些未来上面 可能是家居 甚至乎是一些大厦保安上面的应用 应该会出现 那我们这一节就说到这里 那我们第四节就继续有其他 关于生命科学的话题和大家分享 那我们下一节继续